至于朝鲜,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有受牵连损害的,但也会有一些赢家,乔斯·利卡特·哈恩。 中国工业生产数据公布显示,低上预期值0.8个百分点,这对全球市场意味着什么呢? 事实上,这并不是一个坏数据,虽然它确实要比市场预期的略低,但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内来评估数据,而且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,他们继续在为提高内需而努力。 过去几年里,这个话题已经讨论的很多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最近中国证券交易所有多项世界级股票指数问世,其中包括200多只股。 这说明中国经济正在逐渐适应着新的现实,这是需要考虑在内的。 此外,有消息公布称,中国利用朝鲜的工业进行生产。 不能够否认的一个事实是,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像10年或15年前那般具有竞争力了。 现在一些纺织行业的产品,其实是在朝鲜生产,然后贴上中国制造的商标,这样的趋势已经持续有数年。 当然,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,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在放缓。 我们看到,制造业增速降低,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,这也给诸如越南、柬埔寨等国家提供了机会。 他们可以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,以取代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。 搜出日本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公布,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? 随着日本和朝鲜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,是否会对下一季度的数据产生影响呢? 事实上,这些数据可以作为今后会采取措施的一个指南。 不过,我并不认为,下一次该数据的公布会经受很大的变动。 但谈及日元汇价,他们会竭力保持一定的平衡。 长远来看,有些是交易者们需要关注的。 欧元对日元货币队可以考虑多仓, 而英镑对日元也还有希望能够做多。 至于说日本与朝鲜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, 现在我们确实看到,在推特和其他新闻媒体上, 有大量相关主题的播报。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, 其中也有大量的国家, 是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。 而且他们也愿意为防止核战争的爆发而提供帮助。 当然,也是为了防止另一个严重的国际性冲突形成。 至于朝鲜,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有受牵连损害的, 也会有一些赢家。 我认为普京甚至会喜欢这样的乱局面。 至于股市, 既要考虑的一个事实是,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, 此类事件都会加强市场内的短期波动, 特别是会加速价格的下跌, 例如道琼斯。 当我们能够得到确认, 情况的发展并不像大家预期的那般, 又或者经济撇除金融危机影响, 开始活跃增长的情况下, 那么股市能够很快恢复。 当然不是说道琼斯能够攀升上5万的高位, 只是说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, 任何冲突的开启都会给交易者和投资者带来负面影响。 周三将会公布美国原油库存数据, 这是否会给原油相关的货币汇价带来提振呢? 很难更改目前已经形成的油价预期。 现在的情况是, 有一天价格可能会低于预期值, 而第二天又会高出, 我们也不清楚会面临什么。 当前阶段, 很多的油企都在降低产量。 这样看来, 只有在油价超过每桶50美元的时候, 它们才会考虑继续保持产量。 不过另外一方面, 很多公司也找到了降低成本的方法, 它们需要非常有效率的工作。 这样的话, 即使油价低过50美元, 也可以盈利, 你可能会感到惊讶。 现在一些公司的收益比, 甚至要比当初油价高过每桶100美元的时候还要高, 我们需要睁大眼睛来看看实际的情况。 观众应该知道, 很多企业声称希望油价能够回归每桶100美元, 但是实际上, 成本低廉的油企依然在继续盈利, 为它们的影响不是很大。 因此原则上, 我们可以不那么注重原油库存量, 而是了解诸如利比亚、 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等国的生产量。 这些国家的生产效率会对价格产生直接的影响。 此外要关注商品市场报告, 了解大玩家们的动向, 证实这些数据, 是我建议要关注的。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。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, 更多精彩,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